10岁的患者,血管狭窄了70%,这个时候不用慌 血管的堵塞,斑块的形成,同时还伴随有一些 比如说胸闷气短,心慌等等这些心脏各种不舒服的症状 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,这个您看跟您的症状相不相呢 这时候不用着急,给大家讲一个病例,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情况 也知道可以该怎么办 黄先生,他50多岁,还说他胸闷胸痛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 在当地医院也做了心脏的噪音,左前降值狭窄70% 从那天开始,着急上火焦虑,天天嘴上这提打炮 一方面由于医院催着他做支架,他觉得支架一方面又贵 一方面又怕支架后又产生其他问题,又支不好,又再堵了怎么办 经过我的辩证分析,毒素其实比较轻 水管吹嘴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不做支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,70%余毒的血液还是可以供应过去的 只要他没产生其他的一些情绪的熬累或者是受寒那些情况 另外从中医角度来看,他的这个狭窄 或者是他这个体质,就属于气质血瘀型 只要你用上呼吸化瘀的,情绪止痛的,很单纯 既然找到病期了,对中用药就可以了